欢迎来到 爱家好医生 家里如果生超过 两个以上的小孩的家庭 通常会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哥哥到学校 去得了一个病毒回来 传给老二 老二生病的时候 就传给老三 然后妈妈照顾这个小宝贝 太累了 就自己又生病了 然后妈妈再传给爸爸 这样一整一圈 以后循环已经一个月 哥哥再从学校 再带一个新的病毒回来 这个过程真的是 非常非常令人受不了 就急卷不宁 每天就是在生病当中度过 该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的妈妈代表 新颖她也有类似的问题 我们听听看她这么说 我们家文婷姐姐 今年九月满四岁 开始上中班了 去上幼儿园 那其实上幼儿园之后 我觉得就跟所有妈妈一样 会很担心说 去幼儿园是不是很容易 因为接触到其他的小朋友 大家容易就会病毒交叉感染 很容易把病毒细菌 带回来给其他的家人 像我们家还有老二 三岁的老二姐姐 跟还有刚这个 八个月的小宝贝 之前姐姐感冒之后 可能发烧了三天 那原本想说姐姐好了 应该就没事了 可是接着就换老二 老二也接着感冒 而且会比较严重 感冒了一个礼拜 然后好了之后 结果没想到 要换老三 老三咳嗽 那时候咳嗽咳了也好几天 然后接着我跟老公也 就是也沦陷了 一起感冒 希望说医生不知道 可以给我们什么建议 可以停止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让就是全家 不要陷入一个感冒无限回圈 可能过了一个月之后 全家才会痊愈的状态 感冒的接力赛 我相信家里 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小朋友 一定都有经历过 这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家里一个小朋友生病了 然后接下来就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连大人都中标了 今天我们请了三位来宾 来一起跟我们解决 这个感冒接力赛的问题 好 我们今天的主角是 维宁妈妈 我到她家一下 问问看她们家孩子 到底怎么样来感冒接力的 嗨 来到你们家 一家三姐妹的 这个气氛应该非常融洽吧 根据研究显示 就是家里面如果是姐妹呢 感情是最好也最好带的 那如果有兄妹呢 那是第二名 最糟糕就是家里都是男的 就是打起来这样子 家里像战场一样 好 所以你们家的三姐妹 老大是维宁吗 对 维宁 她现在是刚上学 对 今年九月上学了 你担心的部分就是 她会常常把病毒带回来 对啊 有发生过哪一次这种案例 像她九月初的时候 一开始是姐姐 结果老大为宁先感冒 然后发烧 然后说我们也很担心 那所以她整天就是精神不好 然后发烧感冒流鼻涕三天 没想到这还不是结束 接下来换老二 她整整就发烧 将近一个礼拜 就是反反复复 然后发烧感冒咳嗽流鼻涕多辣啊 然后也精神不好 然后好老不容易老二结束了 没想到最小的小宝贝 我小的更小呢 那个时候她才几个月 那时候才五个月 结果开始咳咳嗽 那时候也很担心 因为才小宝贝五个月而已 可是她很咳嗽 她有发烧吗 五个月 还好那时候没有发烧 她就咳嗽流鼻涕 那可能 因为我一直持续的问母路 我觉得她好像也复原 大概可能大概三五天 就有渐渐的减缓 然后也还好没有说一些那种 没有活动力啊 精神不济那种情况 可是这不是结束吗 还能结束不是只有三个小孩吗 我跟老公还是 后来你们两个就中了 就是有些妈妈会问我说 现在又患到我了 我会不会再又传给家里的小孩 你有那时候会这样想吗 那时候也会担心说 我们是不是一样的病毒呢 对对对 你想说要是我得的 不是你传给我的 是别人传给我 我又会再带给你们在一圈吗 这真的是很多家庭的梦里 对对 永不停止的循环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来减少这个反复 把病毒搞得全家人都生病的方法 只是我们很好奇你做了哪些 感冒啊都见由非摸传染嘛 所以最有效的方法应该就是戴口罩 所以你执行了 唉就是 可是因为小朋友可能戴口罩 真的很不舒服 所以可能要他戴 可是可能没几分钟 他就要立刻就拿下来了 因为真的还蛮困难的 不然可能就是跟他们说 要勤洗手都去洗洗手 然后洗完手之后 他立刻又再咳了一声 然后就开始继续游戏 刚刚就等于白洗了 对不然可能就是用酒精消毒 放用酒精消毒双手 这样 所以你们家尽量是用酒精 做比较及时的消毒 对 是 酒精是这种 一般这种75% 这不错啊 这是75%的酒精 而且这非常便宜 这个其实你就买个头就好了 对 好所以你们有戴口罩 有勤洗手 有用酒精消毒 那 你会做隔离的动作吗 好像家里很多人会叫那个 姐姐自己睡一间 然后其他小孩都不要碰他 有这样吗 我会希望他们尽量可以区隔开一点 可是我觉得实际上执行会有困难 因为平常 你们睡觉是怎么睡 睡到老大跟老二睡在一起 看一下这个空间好了 可以啊 这边 这就是平常他们睡觉的地方 这是睡几个小孩 对 睡两个姐姐跟老二 他们两个人这样睡 他们两个就喜欢这样子 就是一人睡一边 这个床是干嘛 这个床就是可能有其他家人来的时候 可以睡 所以平常没有人 对 平常这边没有人要睡觉 那姐姐生病之后你不会叫她说 你这个叫姐姐过来 或者是一个人睡上面一个人睡下面 所以没试过 没有特别试过 不过 平常他们已经习惯 就说可能就是睡固定的位置 好 小宝宝呢 小宝宝就跟我跟先生一起睡隔壁的房间 我去看一下 好啊 所以小宝宝呢 是睡婴儿床 对自己睡婴儿床 那这是你们 对就我们夫妻的 对 你们夫妻的床比小孩还要小 对 都被东西占满了 OK好 像这样你们会把小宝宝跟他们隔离开吗 这样好像还好 可是 玩还是都在这个空间玩 对 那你们会制止姐姐们去摸小辈皮吗 对会特别听姐姐说 姐姐因为现在比较特别的情况 因为你感冒手上会有病毒系统 那就这个时候比较特别不能够去摸小辈皮 好所以家里有一个老大去上学 那么我们看到他感冒了 我们希望他戴口罩 他戴不住 叫他多洗手 洗完手又开始抹一次鼻涕 那叫他不要碰小的呢 他又做不到 然后那个房间又没有办法特地隔离出一间 给大的自己一个人睡 就算隔离出一间 他也半夜跑出来要找妈妈找其他的兄弟姐妹 所以到底哪一些做法是比较实际可执行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爱家过程团怎么说 我想这个为您妈妈的这个困扰 是每个家庭里面有很多小孩都会有 为什么小朋友去上学以后就会一直生病呢 那个很多人都说因为学校同学很多 我工作的场合员工也很多啊 为什么只有学校特别容易得到一大堆病毒呢 生出来的时候家庭的接触的人算是比较单纯的 那他一旦从就是家庭进入学校的时候 整个环境变得很复杂 而且我们现在都会区 尤其是都会区 他的学校的环境都通常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小孩子的卫生习惯 通常都还没有养成或正在养成 当然第三个我想还有很重要的是 因为小朋友抗体都比较少嘛 对 他们的免疫系统都还在养成阶段 只是生病之后还是症状有分 严重跟轻微 所以为什么小朋友生病之后好像同一只感冒 他们发烧的几率就特别高了 病毒感染在小朋友如果他身上还没有抵抗力 没有遭遇过的病毒 他通常第一个表现容易先用发烧来表现 然后身体的免疫军队 免疫系统开始运作 那大人呢比较起来 大人其实可能已经遇过这个病毒了 所以那个病毒到了他身体 他的军队已经准备好了 在跟他在对抗 所以他可能只是有一些咳嗽流鼻水 但在小孩子 再加上说孩子的发烧 他的这些整个中枢系统都还在发育当中 所以小孩子比较容易先用发烧来表现 那个小孩一烧起来 随随便秘一个简单的病毒 烧个三九四十度 稀松平常 大人就很害怕 对啊 我们大人要杀个三九四十还蛮恐怖的 心里想说真的很不舒服 跟小孩好像还好 对 但是我在想说 像小朋友如果这样感冒的话 如果说有时候趴到学校会传染给同学 那有没有说什么机制 说大概几天后才去上学会是 比较安心 或对同学来讲比较有功德性 不会传给别人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 很多家长都知道 肠病毒 希望你在家待超过到一个礼拜 那时候就是传染力就比较弱一点 那如果你都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一般的发烧感冒的话 但是烧退了之后 口罩戴起来就可以去上学 有两个观念大家要把握住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小孩已经上小学了 基本上你的抵抗力已经够好 就算得到什么流感 其实一行 我看你的小孩也不会怎样 大家不要很紧张 真的重症都是在小宝贝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 已经比较年纪比较大了 上了小学这个年纪 说老实话 刚才讲还是有点功德心 就是发烧退了以后再去学校 但是其他同学也不要很紧张 很恐慌 因为你们的抵抗力 你的孩子的抵抗力都不错了 那真的要担心的反而是 那个很小的小宝贝 托婴中心 托婴中心 这种我觉得你的标准 就真的要严格一点 因为你真的会害到 身边的那些其他的同学 包括刚才讲到 这个生病的两个症状 第一个是发烧 当然第二个就是咳嗽 鼻涕 为什么感冒 这个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身体发烧呢 发烧到底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除了让我们嫩哥哥之外 发烧其实就好像你家里面火灾了 然后警报器在响 那你需要做到的是说 找到这个火灾的源头 然后能够让他自己熄灭 就自己熄灭 不能熄灭你就额外加一点点抗生素 或是需要加些什么东西 帮忙他把火灾的源头熄灭 那警钟自己会停 那这是身体免疫系统 启动的一个基本的动作 那这个时间到了 基本的源头改善了 发烧就会停 除了发烧之外 那为什么相帝要创造咳嗽 鼻涕呢 这个很不俗吧 而且还会传染给别人 每一种病毒 它都有它自己的个性 那一般的呼吸道病毒 当然就是包括我们的流感病毒 是喜欢呼吸道 那呼吸道有病毒的时候 人正常都会有一些防卫的机制 比如说鼻子里面 或者是整个呼吸道 它都有这个鲜毛 那于是呢 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免疫过程 产生了一些分泌物 这个白血球大军呢 在抵挡这个病毒的时候 它会有很多这个 就是分泌物出来 那这些就是这些痰 鼻石这些 这是要把这个敌人挡在外面 所以鼻涕呢 或者是痰呢 对我们的这个抵抗力 其实是有帮助的 那为什么要吃药 那大部分 大部分市售的这些感冒药 都是让你舒服一点 那吃退烧药的状况 也是因为发烧 有些人发烧的时候 会全身酸痛 头痛 然后整个人都不对劲 那退烧以后就会比较舒服 但是另外有一种药 就一定要来看医生 就是感冒的时候 不管是感冒或流感 有呼吸道疾病的时候 如果你会觉得喘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就是整个精神都非常 非常的差 试睡 那有这样的状况的话 就一定要赶快去找医生 对 还有些人会问说 那到底发烧烧几天才是正常 高烧的时候精神好 食欲好也不喘 这样可以正常的吃跟睡 那我们是不用担心 可是你如果真的觉得很担心 它每次都烧到三十九四十度 会被烧坏脑筋 我想你可以观察它 差不多烧两三天以上了 可以带来给我们小孩 可以去看一下 不过我们看维尼家 有一个很好玩的 他们家那小宝宝 还不到六个月 就反而感冒这样一轮之后 他家的小宝宝 反而没有很严重 反而是那两个大的 比较惨烈 为什么会这样 小宝宝不是抵抗力特别差吗 其实这小宝宝 他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 跟妈妈是用胎盘 用脊带相连的 所以妈妈血液里面的一些养分 包括一些保护能力 包括一些抗体 都会经由血液流通 进去到小宝宝身上 小宝宝生出来之后 这个抗体在他身上 大概都还可以存在 长达六个月的时间 然后才会慢慢消失 然后到了一岁左右 他的免疫能力系统 会自己起来 所以你说 全家都在感冒 反而这个小宝宝没事 实际上或许是 这个孩子 第一个他们保护得比较周到 第二个 也因为他身上 还有妈妈身体里面 给他的抗体 所以他可以暂时不受到侵犯 那我现在这个 比如说上学的姐姐 然后传给妹妹 然后再传给妈妈 然后再传给爸爸 然后他就说 那糟糕 爸爸会不会再回过头来 再传给妹妹 又要重新再来一次 会这样一直无限的情况吗 整个冬天都在感冒 其实一个小孩子一年 最基本的大概 会感冒六次到八次 对 那如果说他去过团体生活 或是去幼稚园 大概要乘以1.5倍 乘以1.5倍 大概是9次到12次 那这个传到一圈 传到爸爸你说 会不会再传回 第一个 同一种病毒不会 所以其实每个孩子 他对于他每次得到的病毒 都会有抵抗的 但是这个抵抗能力 抵抗不完 因为这个病毒 实在太多种类 所以他去学校 会再得另外一个回来 对 那很多人认为说 好像还会再循环回来 实际上同一个病毒不会 但是不同的病毒就会 去上学之后 得到病毒是不可避免的过程 可是我们还是希望 能够有一些方法 让我们的小孩 不要那么长感冒 至少不要集中在 同一个时间感冒 我们才太痛苦了 我觉得第一个 距离是最重要的 我们老祖先就跟我们讲过了 对 那时候有大疫情的时候 都是把人隔离在一起 这个是最方便 最有效的 所以其实如果你家里的 空间够的话 尽量把生病的人分开 在我们家就是 因为老大已经小学了 他们都有自己的房间 所以尽量就是 如果他生病的话 我就是把房间 弄得舒服一点 让他尽量待在里面 如果年纪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我们也是做过 就是一生病了 家里长辈如果方便的话 就是直接把健康的人 送到乡下去 幸福 或者送到别人家里面去 各位很清楚 是健康的人送到阿公阿嬷家 当然 不要把生病的人送到阿公阿嬷家 这样子很不孝 对 第二个就是他使用的东西 因为家里是一个亲密的环境 锅碗瓢盆 然后那些毛巾 漱口碑那些 有些人其实常常 这是管理的不是那么严谨 这样 这时候请你给他一个set 这样子 要用的时候就从里面拿 这样 然后整个感冒期过去之后 你再把它消毒消毒 那就可以回到 平常居家的模式 OK 不过口罩到底要 戴多久可以换 有些妈妈就说 那口罩到底多久要换 用到什么时候这个口罩就不能用了 有时候你口罩根本戴不住了 里面那个流鼻涕啊 什么东西 湿湿答答的 你根本戴不住的时候 你当然要换掉 所以湿湿答答就换 对 那通常有时候我们从 就是从家里 就是从上半地方回到家里 一个环境换了 然后一整天下来 那当然就是可以换掉了 一天用一个就已经很拼了 对啊 我们差不多一天也 一天半天就会用一个了 因为你要吃饭啊 对 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就拿下来 拿下来就换 好 所以这两个指标 那我甚至加这个延伸问一下 我们现在讲都是 这种可抛弃性的 那有些家长他买的是棉质的 可以洗的 那那种保护效果好吗 对于这个病菌 或是肥沫的保护效果 就没有像这个外科手术口罩 绿色的那种这么好 所以棉质的主要是保暖的功能 保暖的功能 所以其实你虽然有戴口罩 可是如果很多地方你没有好好注意 像有些人口罩也没有带蜜啊 或是带在鼻子下面啊 对 我就记得我爸爸 我爸也是医生嘛 他以前每次回家 我要去抱他 不要碰我 他都要通通都脱 然后洗澡完 然后他才可能让我碰 对 我就觉得我爸 现在回想起来 他真的还蛮有功德心 在小时候就会很伤心 自己大人 我还可以多建议 像我们自己当医生 我们绝对不会用手 去摸我们的眼睛 鼻子嘴巴 是 对 几乎不会了 我几乎连扶眼镜 我都是这样子扶的 所以接触传染 其实我觉得有几件事情 在家里面还蛮容易的 第一个就是 刚刚讲到的 汤匙你一口我一口 那几乎是一定重 你说这个汤匙放到这里 刚刚谁用哪一支汤匙 不知道 又拿起来又为了它 其实这几乎是一定重 第二个 如果大一点的小孩 你也可以控制住的话 我都会建议提醒他们说 这个 不要摸眼睛鼻子嘴巴 除非你在厕所 洗完手之后 你刚好要洗洗脸的时候 可以做到这件事 是 最后要问的就是说 那英勇老师 刚刚我们刚刚讲说 如果是呼吸道感冒的病毒 当然这酒精喷一喷就OK 那可是有些绒毛玩具啊 娃娃 那喷一喷那个绒毛玩具 就全部都撕掉了 其实很难 我觉得绒毛娃娃真的要干净 还是要水洗 那我觉得洗的时候 其实像现在很多人家的洗衣机 都是比较现代的 都是有那种调水温的 那其实可以把它调到高温一点 那顺便还可以把它 比如说超过55 还可以顺便把它沉满杀掉 但是说到酒精很多 我看有时候看小朋友 比如说去学校演讲 然后老师叫他们喷干洗手 他们就喷一下 然后手冰冰凉凉 就觉得 有凉有湿就OK了 他们觉得这样子 其实还是应该跟洗手一样 应该是 对 交一下 内其实就是手心 腰外 手心 内 然后甲 外就是手背 手背 夹 夹就是这个 这个指缝 刚刚说指缝常会漏掉 弓弓是我们把手这样弓起来 弓是这样子弓 对 然后就这样子 两只手弓起来 然后这个是洗我们手指的背后 这也是常常漏掉的 大是大拇指 所以就是两个大拇指 然后最后手腕的 力势 然后它要力起来 大力的力势力起来 指甲的部分 还有指缝 指缝 指甲跟肉中指 我觉得用酒精词的小朋友 就很容易忘记这件事 对 所以内外夹攻大力 丸本来就是丸 没有就是手腕 但现在就是有多一个手腕 腕也好 所以内外夹攻大力丸 这个其实 有这个口诀还蛮好记的 虽然感冒是无可避免的 也不用太紧张 不过还是有一些 送急诊或送医院的 这个紧急的情况的一些迹象 要让大家认识 就是小朋友送急诊的时机 主要是 第一个就是精神不佳 如果骚已经退了 它还是懒洋洋 我觉得这个就是 要小心的一个迹象 那另外一个迹象就是 你那个小朋友 最喜欢的玩具也不玩了 最爱看的 卡兔也不看了 他只想躺在沙发上 那就很不对了 这叫精神不佳 气喘不休 就是一直喘 一直吐 我想大概爸爸妈妈不会漏掉 还有哪里痛 有时候肚子痛 头痛 真的跟各位讲 大家都 我们应该都很有经验了 很多肺炎 感冒引发肺炎 他肚子痛 对啊 然后每次去医院都说我肚子痛 结果其实根本就不是肚子的问题 他其实已经肺炎了 所以疼痛难耐 一直哀哀叫 不管哪里痛 都要送医院 让医生检查一下 好 谢谢维尼妈妈 今天提供我们这么宝贵的 这个他们家的案例 那我们爱家好医生 今天就到这边 跟各位说再见了 如果你们家里面 有各种0到18岁小朋友的身心灵的问题 都可以跟我们自主担任联络 那我们就有机会 到你家来亲自拜访一下 我们节目下次再见 拜拜